从一出生就离不开 不管是红的黄的绿的 还是厚的薄的 各式各样穿在身上的衣服 你究竟了解多少 国内很擅长的利用新的材质 还有新的制造的方法技术 让国外的这些品牌 它可以做出更符合消费者需要的 这些时尚的衣服出来 强大的研发能量 台湾纺织业不仅能针对国际品牌需求 客制化机能布料 研发的脚步更走在最前面 让纺织需求跳多保暖美观的功能之外 更多了机能性 台湾的纺织工业其实很厉害 它加入这个胶原蛋白的纤维 在这个布料里面之后 它其实去测 你会发现那个布料的整个含水量 是提高的 就等于像你敷了一个保湿面膜 在皮肤表面 被誉为是新黑金的石墨烯 是科学家看好未来将会大量普及的新型材料之一 小制枕头外套 大制半导体电动车 甚至就连最夯的苹果手机 iPhone16 都能看到石墨烯这个黑科技 俗话说 佛要精装 人要衣装 台湾的绑织业还真的办到了 除了基础保养之外 其实我会在穿着有石墨烯胶原蛋白的衣服 它有抗菌除臭 轻肤保湿 而且适合敏感肌肤的特点 那藉由穿着可以达到去除干燥小细纹 然后利用石墨烯胶原蛋白 可以达到氮化皱纹的目的 上班族在办公室里面 因为它长期缺冷气 所以会建议上班族 也可以穿着有胶原蛋白的衣服 来帮助这个皮肤的保湿 台湾纺织业抢先全球 推出复合型美容保养机能材料 将黑科技的石墨烯 跟广受欢迎的胶原蛋白 这两种黄金组合强强联手 穿在身上随时随地 就像是替身体敷面膜一样 透过胶原蛋白的保湿机能 以及石墨烯的高导热效果 让人只要选对机能材质 也能穿出健康美